这一部分内容呢我们介绍一下 食物粒子的玻璃二相性 我们在这之前了解了许多关于 光的玻璃二相性的知识内容 那为什么要研究那么多 关于光的玻璃二相性 原因呢就是它对食物粒子研究有指导意义 对于食物粒子大家知道什么呢 食物粒子呢 电子啊中子啊等等 这些净子质量不等于零的这样的粒子 称作为食物粒子 之后对于这些食物粒子的研究 德布洛伊他就提出来这样一个假设 他说食物粒子我们是不是在以往的研究当中 对食物粒子的波动性忽略的 太多了 所以德布洛伊就说二相性可能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光学现象 而应该具有一个普遍的意义 所以他说呢既然光具有粒子性 那么我们食物粒子是不是也应该具有波动性呢 那表证食物粒子粒子性的这样一个物理量E和动量P 我们都可以用来表证光的波动性 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来E和P之间也来表证食物粒子 它的波动性质啊 它是不是也可以和食物粒子波动的频率和波动的波长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呢 所以德布洛伊他提出来了一个德布洛伊的关系式 就是建立在前面关于光的波莱尔相像当中的两个公式 E等于H6和P等于H比乘拉姆达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 所以他提出来德布洛伊的一个关系式 就是德布洛伊他说你说食物粒子就有波动性 那么它的波长等于什么呀 波长就等于H比乘P 那我们知道这个P是什么呀 P代表粒子它的动量啊 粒子的动量等于它的质量乘上速率嘛 所以P就等于M乘上V 所以对于食物粒子它的波长就等于H比乘M 那这地方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注意 食物粒子具有波动性的时候 它的波长等于H比乘MV 这个公式不使用于光 之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 同时呢他提出来他的德布洛伊的关系式 之后呢他又说好 对于食物粒子而言应该具有波动的性质 所以食物粒子的波 他又给了一个特殊的概念 叫做物质波 物质波也称之为德布洛伊波 那这个物质波它的波长 就是由德布洛伊关系式来确定的 这是关于德布洛伊的一个假设 之后呢根据德布洛伊的假设 推测出电子波它的波长了 它运动的能量1分之1mV的平方 速率是V 等于什么呢 等于1分之1乘上E 代表电子的带电荷数 之后再乘乘V V是什么呢 就是你外加电压的大小 之后由此呢可以推出来 电子波的波长 λ是等于12.25 比上更好V 单位的是I 这是德布洛伊的一系列的假设 和它的一些 为这个假设 所建立的一些物质波的波长 这样一个公式 那么既然是假设 那么就需要去实验去验证 你到底这个假设 对还是不对 正确与否 要通过实验来检验 之后呢 也真的是很快 在1927年的时候 戴维逊和格梦 他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 电子的演射实验 而这个电子的演射实验 彻底证明了电子 这样一个实物粒子 它具有波动的性质 为什么呢 我用一个电子素 照到晶体上之后 确实在后面的接收屏上 收到了明暗相间的演射环 所以这就证明了 那既然出现演射环了 光也能出现演射环了 电子素 它照射晶体的时候 也出现演射环了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电子 它具有波动的性质 所以通过这个波动的性质 那通过进一步 通过布拉格方程 我们还可以算出来 这个电子波的波长 这个呢 在后面晶体学内容上 会有详细的介绍 我们这里就不再说 关于布拉格方程的 这些问题 只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程 可以算出来 电子波的波长 随着这个食物粒子 它的环利二相性的确认 通过假设 通过实验的方法 那我们对食物粒子的 波动性和粒子性 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认识的 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随着而来的 还有一个关于食物粒子 它的测不准的一个原理 什么叫测不准原理 微观粒子的坐标和动量 不能同时就有确定值 那到底是 什么测不准 和测不准什么 食指对微观粒子而言 这个测不准的原理 产生的原因就是 波动性粒子 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不能在同样一个时刻 我去确定 它的坐标和动量 如果说你把坐标 确定的很准 那么这个时候 动量就很不准 那如果说你把动量 确定准了 那么坐标可能就 确定的就不准了 所以测不准原理 从文字上可以这样表达 那么它有没有一个 公式来表达呢 这里有一个测不准的关系式 Δx乘上Δpx 是大于等于H8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ΔxΔyΔz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 微观粒子的坐标 分别在xyz三个方向上的分量 它的测定值与平均值的差值 而这个ΔpxΔpyΔpz 代表的是 微观粒子的动量 分别在xyz三个方向上 分量的测定值和平均值之差 我们就以这个 x方向上的这个分量来说 那么这个粒子 它在x方向上的Δx 在乘上 它x方向上 动量分量的Δpx 它们两个之间的层级 是大于等于H8的 H8是什么呢 H8它是等于 普朗克常数H在比上二π 这个H比上二π这个值 在量子力学当中 经常出现这样一个表达式 所以为了方便起见 人们呢就用一个H8 来表达这样一个 H比上二π这样一项 这就是所说的测不准的关系 测不准关系做什么用的呢 它是用于检验 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 它的适用的这样一个程度 就是什么时候 我对于这样一个 研究的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对象 它适合于经典场合 什么样时候 它适合于一个量子场合 通过测不准关系去确认 比如说对于经典场合 经典场合H值 等于6.66乘10的负37值方 这对于这样一个经典场合而言 它是太小了 小到约等于零了 所以这个时候 即使它有波动的性质 它也是微乎其微 这时候测不准关系 是不起作用的 这个你的研究对象 它的波动性质是不显著的 这个时候你没必要 把它当中一种波来看待 那么对于量子场合 量子场合 它研究的对象 多数是一些微观的例子 这个时候 对于微观例子而言 6.626乘10的负34次方 这样一个数量级 是不能够忽略的 如果它不能忽略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这个研究的对象 就会受控于测不准原理 就会受到它的约束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用量子力学的方法 进行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受到优优秀